著名作家金庸10月30日在香港去世,享年94岁。 中国当代文学家金庸生前智友刘在富表示, 金庸二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, 无论身在何处,谈起金庸就有说不完的话。 身在美国的刘在富从女儿那里得知金庸去世的消息,心情很悲痛。 她说从前自己每一次来香港,金庸都会请客吃饭, 两人总是无话不谈。 她的两个女儿从小就是不折不扣的金庸迷。 尤其是小女儿刘连自幼熟读金庸作品, 被金庸称赞很像黄蓉。 因为她很喜爱,她到1998年到美国来开会。 开会就见到刘连,她很喜欢我的小女儿。 她说她比她小,像她小说里面的人物,像黄龙这些人物。 而且呢,刘连她又很熟悉金庸小说,她读了很多遍。 所以她跟她交谈特别高兴。 金庸不但喜欢刘连,把她售为唯一记名弟子, 更写下对联送给她, 偏多热血偏多骨,不悔深情,不悔吃。 刘再夫回忆说, 最后一次进到金庸,是2016年携妻子女儿一起去看望她。 当时金庸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, 不方便外出,记性也不如从前了。 我说我要跟刘连去看你。 因为刘连她小女儿是她记名弟子嘛, 所以她一下子说,好,我记得了。 另外我说那个建梅比较气的大女儿, 因为建梅是谁啊,我都不认的呀。 其实她原来很熟,她就忘记她原来字了。 回忆于金庸的相识,刘再夫表示, 一切源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 自己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, 曾相举办一场金庸研讨会,但未能成行。 1991年,刘再夫出席活动时经过香港, 金庸主动前来找她, 谈文学,聊时事,高山流水,秩序相投, 两人至此成为一辈子的忘年之交。 刘再夫很欣赏金庸的作品, 他认为,金庸构建的江湖世界, 早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。 他的读者的覆盖面最大, 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里的发行量有大概, 大概统计有一亿册以上。 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和语作家, 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的, 这是无可争议的,这很难的。 第二个人金庸这两个字已经成为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,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, 走到哪个天涯海海角, 一提起金庸这两个字, 大家就热烈地议论起来了。 辖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 刘再夫认为金庸是一代天才, 他创造了一个想象力无比丰富的江湖世界 和一系列的英雄形象, 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所缺少的 鲜活的女性英雄形象。 编� зр 有美国 é人文学所缺少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